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利用这条蝴蝶兰的花杆来防止蝴蝶兰 其实只要大家把握好三点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点要做好杀菌杀毒处理 我们把蝴蝶兰的花杆切下来 我们在切的时候顶端小一点 底下保留多一点 把这个芽典外面的这层包衣全部给它剥下来 把它这个芽典露出来 但是不要伤到这个芽典 以后用杀菌药、厄米磷或者是多菌磷 给它浸泡十来分钟 给它彻底的杀菌杀毒 避免这些伤口出现腐烂 伤口出现腐烂的话 它就会失败 做好杀菌杀毒之后 用上一个这种餐盒 底下放一些水苔 这些水苔也要经过杀菌杀毒 最好也是用多菌磷或者是厄米磷来给它浸泡 以后把准备好的这些蝴蝶兰的花杆 直接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每五天给它喷洒一次这种HB101活力素 因为喷洒这种HB101活力素 可以提高它的生长活力 激活里面的一些生长细胞 让它长根长芽 气温高的话 在20到30度之间 很快各把两个月 它就会长出新根 长出新芽来 如果气温低一点的话 可能它长根的速度快一点 那么在养护这个过程中 如果出现这个切口续菌感染的话 我们赶紧把它切掉 重新用杀菌药给它杀毒 然后再重新放进来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蝴蝶兰 是非常有趣的 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呢 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